大家都已经上了一些营养学以及营养相关的课程 相信大家也希望能够成为营养师 那要成为营养师到底要怎么有什么样的一个程序呢 事实上呢国家对于这个营养师的认证考试有两种 一种叫做高考营养师的一个考试 那也就是专业类科的营养师考试 那另外一种呢叫做公职营养师 那公职营养师呢未来就是如果考上的话 就会给予公务人员这样子的一个职务 有关营养师的资格考试呢就是要具备了相关营养科系 或者是食品营养科系的一个大学毕业 或是大专毕业的一个资格 然后呢要修满了20个学分以上的相关课程 那这个相关课程呢就是包括了营养学 公共卫生营养学 还有就是生物化学以及生理学 再来就是团体膳食团体膳食设计 还有一些膳食疗养学等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卫生与安全的课程 那这一共呢大概就是有20个学分 那这个20个学分呢要修满了以后呢 还要再增加一个叫做校外实习 那这个校外实习呢就是包括了你可以在医院 医院或者是学校机关团体的一个团体膳食场所实习 有这样的一个实习学分 那有一个证明 那么你就可以参加营养师的考试 那以上这个是有关于营养师的考试 那希望同学可以认真的去加油把这些学分修满 然后呢你就可以认真的去参与考试 祝各位同学能够经榜提名 得到营养师认证哦